太好了,就这个,然后直接开闪 自己井底之蛙 我真的 好想握着一群人哦 这几集是这么回事 我最近是不是不工作之后 形象整个就翻盘了 对对对 从老师直接掉回凡人 真的是 一定要的呀 好耶,我们今天要来 结梦一下哦 大家好爱我们结梦 很踊跃哦 很踊跃哦 OK,我们从主要这边找嘛 对,最下面 最下面很多耶 先开场,然后拿来看 哈哈哈,懂了 我们是不是要帮当工节目上一个开场 没关系 直接开,直接开 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 什么那么吵 好像快掉了 好 等一下,我 哎 结果我们三个礼拜就一次 电工节目 是的 哈哈 所以 有同频共振 大家好,欢迎收听神仙 不是班 我是你们的得到小权女 谢宜玲 我是为了让你们深厉的仙姑 丹丹老师 本节目由大宇宙各方神仙 共同主持 为各位听众 打开通往仙 记得大门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一起升空吧 我们这个节目 本节目主持呢 就是带着大家一起升空 好吗 那天上画画课 哈哈哈 然后呢,老师就说 画画老师就说 哎,对了 我好像知道你们的神仙补习吧 你们到底在干嘛 嗯 哎,你们 你会怎么回答 就是带大家 领性成长 一起 就是让大家变好 日子更过更好啊 哈哈哈 教你发财 哈哈哈 我没讲什么 我说教你内在更满全这样子 我就 我就讲了很多 就是说 哦,其实怎么样怎么样 我们其实原本我们都是神 嗯 我讲的意思是说 其实我们都是神 只是我们想知道 嗯 人在玩什么 就是我们就来当人了 那有时候玩一玩 玩到忘我 忘记我们在玩 所以我们只是教大家怎么回去当神 所以就叫神仙补习般 这样子 嗯 嗯 这样很好啊 这个算是一个很 我觉得这样很好啊 很平民百姓的理解法嘛 就是 可是我们又觉得说 其实 各种宗教都是教我们如何回到源头嘛 嗯 那 有各种方法 那我们神仙补习班呢 就是比较 开辟一个比较稀进吧 应该是这样子 就是我们有一个比较 我们发 觉得要有趣的方法给大家 不然一直阿弥陀佛 也不是 就是有点 boring 我们想要用有趣的方法给大家 然后我其实解释了蛮久的 就是我们这个补习班到底在干嘛 那我们都是用很 很有趣的方法啊 各种方法教大家 灵性提升 这样 boring 然后老师说 啊好好好 那我懂 然后因为我那一天 那一堂课 对面就做一个知难 嗯 然后他就听完 他很认真哦 他听完我讲完 然后就说 所以你看得到鬼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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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论 我们世界上总是有些人在拉低水水 哈哈哈哈哈哈 嘿他很厉害哦 他说他连一间很厉害的餐厅的老板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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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就觉得说你蛮有趣就是 就是 虽然的结论总是出乎意料 总是出乎意料 真的出乎意料 我说ok 结论就是这个耶 然后我还一下子被他问倒了 嗯 然后我们看得到鬼吗 我说 嗯 我我我我看不到 但是 嗯 就是 我是说 其实每一个人应该都看得到 看得到是我们天生 我们聚来的 天生聚来的能力 看不到是 我们为了让这个游戏体验更好玩 所以看不到 就好像我们打球都可以打很远 可是我们要 打球比赛的话 我们一定要让他在框框里面 嗯 这样这个游戏才会好玩 所以看不到是我们自己帮自己设了一个框框 可以这么形容吧 可以可以可以 好 我分享 哈哈哈哈 我最近我一直 你刚刚一直讲那个神跟人 然后我就一直听到那个杜文哲讲说 神只不过是人 那什么 那什么 那什么神是只不过是做到人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他是神 哦 神只是做不到 人做 神可以做不到 做得到人做不到的事 那人 所以他才是神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让我们从一个 就是不可能成为可能 一切成为可能 就回到那个可能性里面的一个过程 那样子 所以我们恢复成神性 其实就是恢复我们无限的可能性 哦 所以我们现在在这边是有限的 对的对 在玩游戏 对的对 然后 抛开这个把这个篮球框 拿掉之后 拿线拿掉 那就才是原本的我 是无限的 是无限的 哦 我老公最近也 那个 诶要不要先讲我们这一集是 丹弓箭 他很想先闲聊一下 那个 哦 他最近看了一本书 我觉得可以分享一下 那本书真的写的蛮好的 哦对 就是 我其实蛮想分享 我看的时候我看到一半 我就非常想分享这本书 嗯 然后这本书是那个 一个瑞典的 瑞典人 然后他去泰国出家 出家 对 生泰国生林生人 生人生旅 然后他出家在泰国七年 后来又回去欧洲再继续出家 总共出家十七年的一个 他的故事 从他准备出家到他 出家成瘾症 到还俗 到他还俗 到还俗后面 他人生的最后的阶段 就是在这本书里面浓缩起来 回忆录的概念 有点是 然后我一开始看序啊 我就有点被他吸引住了 你要不要先讲一下这本书叫什么名字 他叫做 我可 我 我可能错了 有翻译 应该是直译啦 就是我可能错了这样 嗯 他是用瑞典语翻译翻译的 对 然后他说他 他出家这十七年 他觉得他最大的超能力 就他的序 写说 就是他最真实的一件能力是 对于他的每一个念头 他再也不相信了 嗯 就他觉得有时候 呃好的念头 坏的念头 他只是个念头 就是可是你让这个念头 影响你的人生 很 很大一部分 那这个念头 你可以不要他 嗯 念头不一定是 一定要在你身上 贯穿的 或者是真的在执行的 你可以 抛弃他 嗯 对然后就是因为这个吸引我 然后我才看了他整个 在出家的故事啊 然后他有好几个 呃篇章是他在这个 这个什么事件 学到什么样的事情 诶 超级好看 嗯 我没想到我看一个佛教 出家的书可以看到 最后把那个 那 书一盖上之后 痛哭流淒 没有痛 痛哭流淒 但是有哭出来 就是 真的有哭哦 对我两只眼睛 两只眼睛都流了眼泪哦 没有 两只眼泪都流眼睛 是不是 对 因为有的时候你 就觉得还好 没那么 没那么感动的时候 可能就猛 一只 一只 含泪这样 对 那就是哦 我觉得顶多含泪这样 但我两个 两个眼 眼睛都流眼泪了 哇 然后就 停下来 然后 就是 有点喘息 深呼吸 对 他的最后一句话 我告诉大家 嗯 因为他最后 走了 嗯 然后 然后 他是就是被 被生病嘛 生病走了 所以是大家都知道他的状况是准备要走了 他就跟他老婆说 就是 呃 就跟大家讲说 哦 我我我 我这辈子过得都很好 那最后我想跟我老婆说 就是我希望 在我最后的这个 可能一个小时里 或最后一刻 我希望你能看着我 那这样子 我这一辈子 我的最后一幕就是你 我爱你 嗯 然后我就 哇 眼泪就流下来 然后这个也结束了 这本书也结束了 好感人哦 哇 很好看 这个比穷有还穷有 穷有还穷有 瑞典人怎么那么穷有 他这个书里面啊 他的他的 他要讲说他在做冥想的时候 就有的冥想可能就是 哦 呼吸 然后 嗯 感受光 然后你要你要感受什么什么 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嗯 然后就很多念头飞过去嘛 他就把他那些念头打出来 我觉得很幽默 记录一下来这样 他是有趣的 有趣的一本 嗯 那个在形容 出家过程的 啊 灵性也有 对 对 很真实的书 哲学也有 对很真实 哇 美观 对我可能 我可能错了 对 请大家去看 真的很厉害 推荐给你 读书会分 美丽粉丝 哈哈哈哈 读书 那我最近也要分享一本书 哼 好像只有你看的书一样 哈哈哈哈 我最近看了一本书 叫做 不减肥才会瘦 哈哈哈哈 我好像知道这本书欸 对 有点红 他 对他是一个 那个 就是健康杂志的编辑 然后他 他 他出了很多本就是生活 国外作家吗 不是不是 台湾 台湾作家 这样子 然后反正他讲不减肥才会说 他就讲了说 你是不是试过各种减肥方法 永远都失败 都是打回原型 就是因为你整天都在减肥 你如果你想要一辈子瘦下去的话 你就不要减肥 嗯 因为 因为你 例如说 我要减肥 所以我一天喝多少水 我就少吃什么 我就怎么样 你是不会瘦的 因为你只想着你要减肥 肥这个字在你的生活中 已经种下了这个种子 你应该觉得说 我想要健康 这就是我的生活模式 我为了健康 所以我多喝了多少水 我为了健康 所以我就 我永远就要这样子 如果你做不到说 我一辈子 我就是 不要吃宵夜 那你就去吃宵夜吧 嗯 然后他有一个说法 我觉得很好 他说你就带着正念吃 如果你今天吃这盘炸鸡 你觉得你会胖 你好紧张 你就不要吃 你就享受这个过程就好了 但是如果你今天吃这盘炸鸡 你觉得我好想吃它 嗯 我就应该拥有这盘炸鸡 你就吃 嗯 他就说如果你正念节的话 你吃了你也不会胖 嗯 如果你有压力的吃 你就一定胖 哦 就很很很悬的一本书 然后我就觉得 欸他讲的 其实他有教我很多 减肥的方法啦 但是 主要他就是主軸 就是希望贯穿到你的生活里面 就是这每一件小事情 如果你小事情都做到了 你永远都不用减肥啊 因为你 你为了健康而活 你就会瘦下来 嗯 嗯 分享完了 我不可以等 来解梦了 哈哈哈哈 我也要分 哈哈哈哈 来啊来啊 你说你分 你给我分 刚才罵明明没读书 我今天没读书啦 我觉得读书就蛮蛮棒的啊 就可以人家浓缩这么久的 经历 然后就可以在 三个小时读完了嘛 那就是这三个小时 我可以读到他这一生的经历 我觉得很爽 我好快哦 阅读真的很好 你说你他读书很快吗 对啊 三小时就读完了 通常我都好 但我觉得好像蛮小 因为我看电子书啊 所以应该是蛮 我不知道他多薄 哦 但我很推荐大家 因为我其实有点 我看完了我还觉得说 我没有办法分享 因为他里面写的东西真的太好了 我不想用 我不想用我 我这个 不太好的表达方式 去表达这本书有多好 我希望大家可以用 有空可以去查查去看 这样子 博雀你不要妄自菲薄 你表达方式很好 你表达的很好 好了 答弓姐梦 听 哈哈哈哈 这姐姐一直 我们一直绕开 好 我想分享 第一个梦 他说 梦很跳跃 哎 我每个 我觉得每个人梦都蛮跳跃 嗯 一开始像是满足我的 欲望 欲望 一开始像是满足我的 欲望 亲着一个我喜欢的人 然后垃圾 对不起 因为我是随便跳 我没有想 我没有特别想要选这种 嗯 最后感觉湿湿的 像是流口水就醒了 擦了一擦 继续流口 继续睡 突然梦境 变成一只巨大 恐怖的 黑丑猪在追我 在梦境里 有点像游戏恐惧 很真实 但是移动起来很不真实 跑起来很快 跳起来很高 甚至可以撑杆跳 躲避黑猪 然后 然后感觉 逃远了就醒了 想问五岁中这样的梦境代表什么 PS我只有五岁比较容易做梦 嗯 天哪 我现在还没进入状况 我看你是 他的 我们单工还在停机 对对 他的描述有点 就梦到跟人家喇叽啦 嗯 然后就醒来了 然后第一个梦就梦到 他先梦 巨大的黑猪这样 他先梦到喜欢的人 如果我梦到喜欢的人 是不是跟他就没有那个啦 不会啦 不会 也说不定会真的在一起 真的吗 不一定不会在一起 对 不过就是遇到这种 喜欢的人啊 什么之类的啊 其实就是 呃 喜欢的人可能就是有一些 归属感或安全感 那当然就是有性的议题在这方面 因为他后面有开始喇叽嘛 就是 喇叽一定要性吗 呃 不一定要性 我就说他是两阶段 欸 by the way 你们喜欢喇叽吗 我超不喜欢 真的分两派欸 有一些人好喜欢喇 有些人好讨厌喇 哦 我很爱喇 我不协议交流的感觉 不知道 我觉得喇的时候就很 我好爱你 我又就是要 你知道那种感觉是 我恨不得跟你 两个人融在一起 真的哦 我没办 可是就是有人 嗯 不喜欢 对不对 我不喜欢 你不喜欢 你喜欢吗 我不知道欸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我应该还还OK啦 还蛮喜欢的 不偏好啦 不偏好 就是没有特别 只是我没有 意料到 就是 对啊 不分偏离啦 不分偏离 哈哈哈 就好像有一群人就特别喜欢牵手 有一群人就特别不喜欢牵手 哦 牵手我很喜欢 那你牵手喜欢这样牵 还是食指紧扣 我喜欢 他都矫正我 让他 食指紧扣 一定要你一定要食指紧扣 对 没有在路上有时候是因为走路方便啊 有以前以后有个高度差 你知道吗 就这样握比较好握 嗯 然后他就会 变换知识 一定要食指紧扣 但我有时候真的会流手汗 然后我就这样 ange 他只要握其中其 就是握一两只 我老公以前不跟我牵手 他就说这样我会留手汗 他就说我又不 在意 嗯 嗯 我就是想 要 融合 融合 我在意手很黏 對啊 我們會在意啊 你是覺得讓我不舒服還是你會不舒服? 都不舒服 我也會不舒服啊 我沒有不舒服 我覺得我會 我心裡舒服我哪哪都舒服了 然後那個黑豬大概 黑豬代表什麼 你不知道對方喜不喜歡你 可是你夢到他是不是代表他也喜歡你 呃 像他這種就有點 可能是 如果你平常就有互動然後你還叫夢到的話 那可能是 但如果你平常沒有互動然後叫夢到的話 那純粹就是你 意淫他的 你的單純意淫的一個事件 其實我們整個的感官啊 其實非常精細 他有時候會自己去 其實我們自己表意識 沒有注意到性其實我們 其他的潛意識啊什麼都有注意到 所以他們都會知道你 發生什麼事 所以有時候夢境會反映你真實 這樣子 對啊 然後 對 巨大的黑豬 反正就是喜歡的人嘛 所以你會有想要有 連結跟依賴感跟那個歸屬感 嗯 然後那個 哪幾蛋就是你有 你有性方面的想望囉 這樣子 而且他們又搭配在一起 所以你可能就是自己想 哈哈哈 然後那個黑豬啊 黑豬我其實有點難以理解 但是通常是巨大的那個動物的話 可能代表說你自己有一些 野性的能量可能要出來了 所以可能 你最近可能真的蠻壓抑 我是說在那個方面 哦 性嗎 對對對 自己的壓抑 對自己的壓抑 性方面的那個比較動物性的本能 可能是想要出來的一個情況 這樣子 那就出來啊把他 但是你要看他 有沒有願意跟他一起出來啊 他自己處理的話算是有發洩到嗎 應該是沒有啊 看起來應該是他都很想要跟 別人 有些結合之類的 他想結合但沒有人跟他結 他就趕快跟 嗯 趕快找一個人 趕快跟那個他喜歡的人啊 可以去試試看啊我覺得 可是他最後逃掉了耶 就是也是沒有被黑豬 那個其實他是理性 所以他理性跟他的那個 壽性在 在拉鋸戰 在拉鋸戰 對對對 會抓人 所以他一直跑一直跳 所以是代表他想要 躲避他 的那個壓抑 是嗎 可能他可能覺得 他很想要這件事 他可能有很多的困難 他必須這樣壓下來 或者去很理智去面對這件事情 他可能覺得不一定能夠達標 要達成 我不能那麼壽性 我一定要快跑 對對對 所以那他說他只有在五歲 比較容易做夢 這有代表什麼 其實應該是還好 只是因為可能五歲 對你來說那個環境比較舒適 記得的 對記得 因為你那個時候 你會告訴 為什麼很多人的五歲的夢 大家都記得比較輕 因為你會告訴自己說 我可能一個小時內要醒來 半個小時內要醒來 半個小時內要醒 因為我等一下要工作 所以你很容易很累 可是又要維持住那個 半夢半醒之間 你可以維持住 這樣子 但是你睡覺的時候就會 晚上睡覺就直接睡下去 你根本就不記得 睡得很沉 對對對 就不會做夢 單純就是這樣子 下面一個夢 他說 以下是我女友的夢境 他幫他女友問的 他夢到跟女友 媽媽跟女友 準備很多蘋果 跟多多五十幾瓶 哇 多多 好可愛 我兒子女友超愛喝多多 綠色 藍色那瓶 好像要去探望誰 又好像是去參拜 但又有人監督我們帶什麼 後來疊蘋果的時候 一顆蘋果被咬了一口 夢裡沒有垃圾桶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只好轉一面 神明會生氣吧 蘋果有用箱子 有用箱子三個三個 一排裝起來 楊樂多也一排一排放 雖然說當然老實說千萬不要給春夢 但是一直很想知道為什麼會做春夢 他沒有給我們春夢 但是他一直在做春夢 所以為什麼會一直做春夢也是 我們今天是怎麼樣海底倫的議題 他是不是太 欲求不滿 是嗎 我覺得因為你一直做春夢的話 真的就是欲求不滿 就欲求不滿 就容易做春夢啊 這很正常 那那 或者是人類如果 人類如果有一件事情發生之後 他就會很強烈的專注在性上面 就是他的生活中遇到了生存的壓力 或是恐慌 他有很恐懼的事情的時候 他就會瘋狂聚焦在性 我要紮根 我要紮根 我要活在這個地上 對對對 他就會開始那個 我以前聽過一個很可愛的說法 聽外話啦 就是說 我們人類的恐懼的意識啊 他其實會 會 他是有生命的 他想要去找別的東西寄生 然後 最容易寄生的就是透過性行為 哦 就是透過 性行為來寄生他的害怕 對 寄生在別人身 就是他那個意識本身是有生命 他就像一個病毒一樣 他是會這樣透過這些東西去寄生 真的耶 我好難解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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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抵了 今天這個空間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整個就是太自在 好啦 我看一下 媽媽 那媽媽跟女友 去準備很多蘋果 因為他剛剛下面寫春蒙 所以他到底去哪 對啊 他下面寫春蒙 我回去看到他媽媽跟女友 女友媽媽 女友我現在看了就覺得 有點歪 糟糕 蘋果 令狗 平安嗎 他是說好像去參拜嘛對不對 對 他說不知道是參拜 因為去參拜 怎麼會有人檢查你帶什麼東西 嗯嗯嗯對不對 對 而且五十幾瓶 五十幾瓶耶 有一點多的 很多耶 好幾箱耶 一個幼稚園都喝不完 你是不是在想婚姻的事情 蛤 為什麼從哪裡看出來的 單公 呃女友跟女友媽媽 這個就不用講 他沒有暗示 他就是這兩個人 但你看他有很多的蘋果跟多多 就是要宴客啊 要請東西啊這樣子 但是就是他準備好的這些東西嘛對不對 對 然後 雖然我不知道是去參拜還是監獄 但是其實有一種就是我要去面見什麼 給別人東西 對給別人東西 而且要面見什麼的感覺 可是他自己你看到 他就說 有一顆蘋果被咬了一口 然後他就不知道怎麼辦 還把他轉過去 所以他自己覺得說 現在關於成為伴侶或是結婚 或是人生大事的安排 他其實沒有保護 他覺得 我做不好 做不好 而且是 看起來那麼漂亮的東西 都是別人準備的喔 還不是我準備的 喔 是他女友媽媽女友 你們偷偷通靈啊 我沒有 你是偷靈 你又偷靈 我沒有 放下林拜 我沒有 我現在很怕說說話 把他手綁起來 把他手綁起來 把他第三眼貼起來 我沒有通靈 快創合貼欄過來 哈哈哈哈哈哈 那個蘋果啊 其實有那種平安的意思嘛 對不對 就是在大家的念頭裡面 嗯 因為他有點妙 妙語跟那個 像我們一般大家集體意思裡面 華人啊 蘋果就有平安的意思 然後多多就是 可能有多子多孫的意思 我是腸胃健康的意思啊 不 我覺得應該不是 因為他是有吃又有喝 而且五十幾瓶 應該是 一個蘋果一個多多一桌 所以他應該要五十幾桌 哦 反正五十幾桌 其實我覺得這個就是他 自己在害怕他的人生安排啦 沒有 可能沒有安排好 這樣子 然後總覺得大家都在監督他 對對對 好像可能 我得老實說 因為按照你這個夢境啊 其實我覺得 你的女友跟女友媽媽 應該是沒有要求你 是你自己在想 給自己壓力 對對對 你覺得你配不上 或者是你覺得你自己 自己還沒準備好 那如果假設真實情況發生了 就是 有人可以把咬一口的蘋果 拿去給生命嗎 不行 當然不行啊 只要生命吃完之後 再給你咬一口 哈哈 好好真的不行喔 有蟲的都要拿下來了 有蟲也不行 不行啦 有蟲的 對啊不行 因為你也不是什麼特殊情況啊 如果說你是真的 你真的很窮 窮到只剩下一個 咬一半的蘋果 對啊你跟別人其他 然後咬到了一顆蘋果 然後你真的咬一口 然後你又覺得想要供給神明 那神明當然覺得OK啊 可是你今天是 有辦法的 你自己也知道那是垃圾 你還擺上來 你還擺上來 對啊 旁邊的水粉全家就是一顆蘋果 對 好 可以拜削過的蘋果嗎 水果是可以拜削過的 切好把它拿過去 可以放到保鮮盒 有些人會想拜一些處理過的 我是建議 就是因為這些水果 其實他們有淵淵滿滿的意思 所以盡量不要切 那如果你真的供水果盤 其實也沒關係啊 但是他們也不會建議 這樣子就看你自己覺得寓意好不好 OK 你放上去的時候覺得這個真棒 那就真棒 對對對我也覺得 那如果我覺得放上去那個蛋糕是被切過的 我一看就不爽 那我就不敢說 那我就不敢說 如果是一顆圓的 白色的 有草莓的 有奶油的 有奶油的 夾心不要有布丁跟芋頭 那就是很棒的蛋糕喔 距離我生日還有 還慢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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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慢點 最好齁放花的時候要放 嗯 粉藍色的 為什麼 我喜歡 哈哈哈 繡球花嗎 差點忘記原因都不是問題 繡球花 哈哈哈 你們知道繡球花超貴嗎 一隻一百多而已啊 蛤 那這花蓮特別貴囉 你知道 我上次母親節 我要送花給媽媽 他說繡球花一顆繡球五百塊 你是進口的嗎 你買進口的嗎 我不知道耶 母親節被坑了吧 是被坑了嗎 沒有母親節花特別貴啦 有沒有花店的朋友可以告訴我 一顆繡球花 滿大顆的 就是花店的兒子 一百二 半顆頭 你是花店的兒子 她媽以前 你媽以前是做花的 對啊 我以為她是做飯店業耶 沒有 但是我媽就什麼都做好好的之後 跑去覺得 這個我也成功 那個我也成功 你媽做花店喔 對啊 對啊 那你以前有幫忙包花什麼之類的嗎 有啊 我以前還是 我以前很過分 我以前拿了一個 我就半夜就大概七點八點 我就拿了一個 矮的那種高腳杯 就喝紅酒那種矮杯子 然後我這邊自己那邊擦花 然後又那個 然後這樣子 然後我就放在外面 那時候正值情人節 然後半夜九點要關門 被拿走了 然後那個 別人外面就 她就看到櫥窗 就說欸這個還有在賣嗎 然後我說 然後我媽說沒有欸 那是我兒子隨便擦的 她就說 隨便擦沒有關係啊 有就好 但是我女朋友很喜歡她 她就說 她說那你要賣多少 我說六百 我只有三隻玫瑰 賣到你五百 你賣了嗎 我賣了 賣了 我就是把它包得好好的 你好沒品喔 我小時候都很會賺錢 欸我跟你說 以前我大概小五小六的時候 我妹差不多 我國中 我妹差不多小二小三 嗯 然後她就說 姐姐姐姐 你可以幫我辦雅虎帳號嗎 我說 嗯 可以啊 五百 她就籌了五百塊 我就說 好啦 這是你的雅虎帳 哈哈哈哈 你怎麼要講呢 我跟她說五百塊 真的 你真的 我真的說她 前陣子她有 她有想起來嗎 對 她前陣子 我妹就問我說 姐姐姐姐 因為單單老師 改名字要多少錢 我說幹嘛 她說 我想改名 我說 嗯 你為什麼想改名 她說因為怎樣 我說沒關係 我幫你改 然後就上 哈哈哈哈 見鈴隨便查 哈哈哈哈 查了一下 我說 這個 這個 你改這個 她說可以嗎 姐姐你會改喔 我說我有學啊 哈哈哈哈 八百 哈哈哈哈 她說 姐姐姐 我突然想起來 姐姐你是不是跟我要雅虎帳號是五百塊 哈哈哈哈 長大 改名字八百塊 你馬收價 你馬收價 我 到底哪一個貴 雅虎帳號五百塊貴 還是三隻玫瑰花六百塊貴 欸我是 你那個有杯子 我有杯子 而且我有藍玫瑰 藍玫瑰比較貴喔 因為那個要藍色啦 藍色啦 是藍的喔 對啊 我覺得藍玫瑰好醜喔 玫瑰花就是要紅色 那個要藍得漂亮 有藍黑色的玫瑰 喔喔 有點墊色 對對對 那就美 好不重要 好啦 哈哈 我為什麼要聊這音 呃 秀求花 喔秀求花 對秀求花 120差不多了啦 120喔 上頂囉 150喔 沒有是國產的啦 然後有時候比較進口 可能到250 300以上也有 嗯 嗯 沒關係啦我跟你說 這種逢年過節的送花 就是送的心意這樣子 嗯 嗯 心意到就好喔 哈哈哈 欸你知道有的時候我會這樣 就是 你明明你一直告訴我說 這時候要做什麼事情 我反而不想做 我會覺得我被規定了 你被制約了 對我不想要這樣子 所以你 你一直告訴我要這樣做 我就可能就不會做 我先告訴你 走花好正 哈哈哈 還是你要再決心一次 你好煩喔 哦 因為你提起很多次了 你提起一次就好像不是小學生 欸小學生也可能 我也記得了 對 我有什麼幼稚園 不想管你的 那我下個禮拜 鍾萱姐可以烤肉吧 你都已經約了我 還沒我媽 沒我阿姨 我問好 我問好 我問你就去約我了 人間黃麗耶 你真的是 趙姐過 不要吧 我已經在開烤肉組了耶 我的天 不要買烤肉組啦 你 我們家那兩個考架用一次 然後沒再用了 你買那個網子就可以直接再重複用了 我比你還客家好不好 哈哈哈哈 我還是原住民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欸不要這樣講這樣 好笑 我要下一個 我下面我 我剛好看到一個 我覺得還行 好你講你唸 很長很長你唸 哪裡 最上 前面第二個 Vicky嗎 Vicky 很長耶 好 那我講喔 上面那個 去年我夢到自己在一棟房子的地下室 因為我感覺頭頂上很有壓迫感 這棟房子的格局 意外 格局很詭異 雖然我在地下室 但窗外是 廣闊的水域跟天空 夢裡我被這樣的場景吸引著 一直看著 越看越不對勁 突然覺得有點害怕 然後就水裡看一下 有很多隻菱角尖銳大小 跟車子一樣的大烏龜游來游去 我嚇到躲到屋裡 下一秒落地窗 出現一個繩子 窗外的烏龜拉著繩子 想要破壞窗戶 我很害怕 所以拉著另外一端 像拔河一樣對抗著 然後我發現繩子綁在窗戶上 只要鬆開結 只要鬆開結窗外的烏龜 就沒辦法借著繩子 把我們之間的屏障破壞 結鬆開後 窗外的水流到屋裡 以為水會很髒 把屋裡搞得一團 亂 沒想到水很乾淨 屋內擺設也沒有被沖亂 好好的 我從窗外看到水底浮現一顆巨大的眼睛 我覺得他是一個巨無霸烏龜 好多龜喔 但是落地窗的大小最多 只能讓我看到他的眼睛 我開始從害怕變成 生氣 生氣為什麼 自己要被威脅被欺負 然後害 害怕我鼓起勇氣叫他滾開 不要欺負我 他問我你確定嗎 我說對 結果他就真的走了 我當下很驚訝後悔羞愧 原來他很好溝通 如果好好跟他講話 也許我不用對他那麼兇 還可以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對我 我 還可以問他為什麼要這樣讓我害怕 巨無霸走了之後 其他烏龜還在原地 我很想問他這邊 問他們說你們還在這邊幹嘛 結果 場景換成游泳池 他們 從龜殼冷角銳利的大烏龜 變成可愛 的樣子 小烏龜 對小烏龜在我們對面的欄杠 爬上去落跑 過了很久我又夢到烏龜這一次 一隻手長大的 大小的烏龜 他很直接出現在我眼前 然後眼睛大呆頭呆腦 搖擺著跳舞 END 好多烏龜喔 烏龜的故事 大烏龜小烏龜 因為他那個轉化很酷嗎 前面其實很驚悚 後面突然溫馨起來 然後落跑 這個可以進入我的那個 睡前跟我兒童講的故事 我覺得可以 對 那烏龜什麼意思啊 我們一提一提一看 這很多題喔 對啊 很多象徵的元素 房子的地下室 應該就是指他的潛意識 就是他的內心深處啦 然後他內心深處有個窗 然後外面有水域跟天空 所以你看天空代表風的元素 代表自由 水域在跟我們今天講的嗎 情感 情緒 情緒情感 水的元素 然後 所以他的心裡面是渴望 自由跟那個情感 就是他想要 抒發 抒發 他想要鬆開的感覺 自由自在 對對對 但是那個只能藏在心裡面 嗯 然後最底下就是 他看到有那個大一堆烏龜嘛 而且是胸胸的有棱角的烏龜 對對對 蛇子大小的烏龜 對 好可愛 哈哈哈哈 這些就是他的那個 嗯 那什麼 安全感來源 好因為可以躲到殼裡嗎 可以躲在殼裡 而且他必須是要符合條件 所以他的 他長的不是傳統的烏龜 他又要有靈有角 嗯 其實他現在的狀況就是說 他必須要遵守這些規則 他才可以躲起來 他的安全感來源是他的規則 對對對是他的規則 但是這個 呃這個東西啊 就開始 要他啊 就是說 欸你可以出來啊 出來啊 你可以去享受你的自由啊 去享受你的情感啊 嗯 他就是不要嘛 他就覺得不行不行 我還要繼續 對我要繼續這樣子 就是待在這個原原地這樣子 嗯 嗯 其實他現在意思就是說 生命已經 呃其實他現在已經感受到 有足夠的安全感跟 歸屬感了 其實他現在已經有了 嗯 所以他現在是讓他做自己的時間 但他現在有點不敢做自己 因為大概以前的環境 讓他 沒有辦法好好的做自己嘛 對不對 嗯 所以 他就會 就後面就是這樣子啦 後面就很好理解 那有什麼巨大眼睛的烏龜 因為大到他只看得到他眼睛 這好像庫斯拉的情節喔 對啊 然後他就叫你走開 然後他就說你確定嗎 然後他就走了欸 其實他是希望他出來他 他其實還不敢出來這樣子 眼睛代表真相 所以他叫真相離開 對 他叫真相離開他 對 他現在有點矛盾齁 他一方面心裡面是渴望自由跟情感的 但他一方面又 又就是想要享受這個安全感 嗯 享受這些原則帶來的安全感 可是現在這個情況有變動喔 就是事實告訴他說 世界在變的你可以走出來做你自己的 但他現在不敢 就是他不敢 就是他不敢 他也是想要維持在 舊遊的自己的這個狀況裡面 嗯嗯嗯嗯 就是還在想要活在舒適的安全區啦 他不想走出來這樣子 嗯 嗯 那他最後那個可愛的小烏龜 我覺得應該是他自己有一點點和解了 他應該之後就會開始 喔 結束了 對對對 可 小烏龜跑掉了 繞跑是什麼 自由啦 自由啦 他不用有咳 他就游走了 對他游走了 哈哈哈哈 好溫馨喔 欸我之前可以我陪我女兒看一個童書 然後他就說 反正那個童書就是有個 大綱啦 就是一個女生 然後有一隻貓在追他 嗯 然後他就跑 然後他越跑貓就越大 他越跑貓就越大 然後他知道他沒有地方跑了 他轉頭 跟那個貓說 他轉頭看著那個貓 然後貓就變小 他再往前一步貓又變小 所以我覺得那本書其實很好 他就是恐懼 恐懼你越躲越大 嗯 你越面對他他就越來越小 哇 真的是 哭什麼 今天有讀書 今天有靈感 童書童書童書 今天是讀書 童書其實很多都很棒 我老公那天也是陪我女兒念的一本書 然後 我覺得童書很有趣的 就是 你可以講一下 我覺得他形容方式很特別啦 嗯 他說 海洋 海洋是天空的影子 嗯 嗯 然後 地上的貝殼是星星的影子 很浪漫 就是這種浪漫的句子 我就覺得 哇如果 就每個時期看到的這種描述都會覺得很不一樣 然後我覺得如果是小朋友看到的話他就會覺得 哇這世界是充滿想像的 我覺得真的不要讓想像限制了你 對啊很棒欸 還有一個是什麼影子 他有好幾個很感動 好你先找你找一下 我記得你有排下來 我們把最後一個解夢講完就快結束了 魚是鳥的影子 還有浪花是雲的影子 是不是 這四個比喻就很浪漫 而且很有畫面 對然後小朋友看了也覺得很touch 老人 大人看了也覺得欸 原來是這樣子 嗯 你們知道台灣有一個說故事協會嗎 我不知道欸 有 有練習說故事 那我必須要去參加有一個職位才行 我現在超會說故事 因為我有的時候 我最近在練習說 因為我們有的時候 就是小朋友現在都要練故事給他們聽嘛 然後有時候我想說不要讓他們聽那麼多就是 3C產品出來的東西 我就試著自己講 然後我自己講我又不想要 有的時候是睡前 就是已經沒有燈了 我沒有辦法看書 所以我只能 白 編 對 然後我最近跟我女兒跟我兒子玩一個遊戲 就是我講一個故事 嗯 然後我就說好換豬平你講 就我女兒講 然後他講一個 然後我兒子再講一個 我跟你講你叫小朋友講故事 他們就會依照你的故事的原型去捏造一個不一樣 就是他們超有想像力的 嗯 對 故事接龍 對故事接龍 反正故事有沒有一定要 這個就跟夢一樣 欸講回來 好玩 故事接龍太厲害 我們講回來 我講最後一個故事 這個比較短 好蛋糕你好 我做夢夢到跟朋友去吃餛飩 餛飩 餛飩竟然長 頭髮 不是結論嗎 我覺得這個很好笑 這個很好笑的 非常恐怖 因為前因後果我都有點忘記 我只記得這個 跟你分享一下 不回應也沒關係 下次記得再投稿 所以長頭髮的餛飩到底是怎樣 哈哈哈哈 笑著這個 哈哈哈哈 恐怖故事嗎 這是恐怖故事吧 這是恐怖故事嗎 我也覺得是 呃 我覺得這很簡單 就是你有身邊有一些東西 就是有些恐懼沒辦法被消化掉 就這麼簡單 哦就這麼簡單 食物消化 食物 食物就是消化嗎 嗯 或是吃飽 或者是有沒有足夠的力量 哦長頭髮就讓你無法消化是嗎 沒有他就是他長頭髮他自己的描述有點像恐怖的事情啊 哦 反正就是你你沒辦法消化什麼恐怖的事情 恐怖到你無法消化這樣 對對對對對 所以其實你現在恐懼的事情不是真的有什麼東西很恐懼 是恐懼有太多事情要要煩了 啊 就是有太多事情了 哦 你恐懼於很多事情 你無法消化 就這樣可以 哦這個很短 所以我們可以再講一個 再講一個 如果用這個長頭髮的餛飩結束 我這個長頭髮 如果你長頭髮結夢就可能出不停 又在第三集 又在第三集啊 我真的覺得很可愛 好好好 我刷到一個我覺得很棒的 嗯 哦 他媽媽夢到他的時候懷到的夢 不是他的夢哦 他媽媽夢到他懷到的 嗯 他說 海面的大浪 湧現一條 金閃閃 發亮的魚 嗯 魚 然後 忽然 由海底要出 魚尾強而有力的拍打的浪間 一時間夢境裡全部都是金黃色的光芒 哦 他媽跟他說 你就是那條金閃閃的魚 哈哈哈 這什麼仙女下反啊 哈哈哈 這胎夢也太厲害了吧 這是胎夢嗎 確定嗎 這是胎夢 他是在懷他的時候夢到的 對 這個是標準的胎夢 所以他是一個帶財的孩子嗎 才是金閃閃的 對啊 那什麼是標準的胎夢 在懷孕的時候夢到 就是你看到有一個吉祥的畫面 然後有一個很吉祥的主角 啊 就是標準的胎夢 聽軍替習話 哈哈哈 如替習話 啊 哈哈哈 想糊弄我沒那麼容易啊 哈哈哈 比如說 比如說什麼 晴朗的天空有一道彩虹 然後有一隻秒飛過去 嗯 標準的胎夢 哦 那一定是男的嗎 呃不一定是男的 他雖然可能是老鷹 但不一定是男的 哦是哦 好 女T 哈哈哈 我們現在強調那個性別流動 啊對 不管你生理是怎麼樣 你想要當什麼樣的靈魂 都可以 都可以 哈哈哈 不過這真的是標準胎夢啦 金色的雨啊 真的沒有什麼太 也不會說什麼帶財 什麼就是吉祥的胎夢 雨是什麼意思啊 就游動自如嗎 其實我覺得如果是媽媽去夢到的話 這海面大浪 其實媽媽對於你的出生 是非常喜悅跟興奮的 情緒很高昂的 是很高昂的 哦因為海代表情緒嗎 對對對 魚代表那個收穫 收穫 哦 他覺得這個是很有收穫的一件事情 是心滿意足的事情 而且是金色的 是一個非常 perfect 對 對 代表說你的出生 其實對媽媽來說是一個 希望 這樣子也是一個很好的 好棒喔 所以他不是EY啦 他不是EY嗎 他不是EY 他EY 對啊 這個意思 有時候遇到自己小孩問說 對 欸我記得以前我們女兒問我們說 媽媽我們是 我是EY嗎 你女兒有問你 你女兒怎麼可能 有問過我們吧 我女兒才4歲 他怎麼知道什麼是意外 什麼是不意外啊 欸 哈哈 你去哪裡你的女兒 為什麼叫12歲的女兒 哈哈哈哈 怎麼可能 欸老師我是不是就是 那個平行時空被換進來啦 有可能 你不要再亂講啦 我趕快救你 欸所以現在那個 所以現在那個 任何偷吃的男生說 啊那應該是別的女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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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就是這個時空 真的 他就是在偷吃 對 欸我們小的時候 爸爸媽媽都很喜歡說 嗯 你是石頭裡蹦出來的啊 你是垃圾桶撿回來的 真的不要這樣講 這麼好欸 真的 我媽以前小時候跟我講說 你是就是外面撿來 我跟你說 我這件事情還難過了許久 哭了3天3天 對那時候就是越想又不對說 不對我們好像有很多特徵蠻像的 哈哈哈哈哈哈 你應該是在騙我 小朋友都會當真好不好 對啊 你看我是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會想到這個 沒關係沒關係 沒關係我們私聊 哈哈哈哈 而且我覺得爸爸媽媽對子女講出祝福的話 是有特別的力量 有有有有有 所以說這些不好的話 也是有特別的力量 特別不好的力量 絕對有啊 所以我都會說 我都會陪我的小孩review說 我們是怎麼樣想要得到你拿好 欸 怎麼製作 難怪會有EY產生 你們都已經先交代完了 我都會陪他們看他們出生那天的影片 喔 真照片 然後他們都很喜歡我重複的跟他們說 然後我這個時候好痛 然後爸爸去做什麼 媽媽去做什麼 我們都好期待你出生 出生 我們的 對然後我就會跟他們講故事說 例如說 這個輩輩啊 是我大概懷你 大概幾個月的時候 爸爸跟媽媽去產檢完 然後我們在旁邊的 就是母嬰用品店 看到了 就覺得這個顏色好適合一個可愛的小女生 我們就把它買回家 嗯 他們就喜歡 這麼簡單 這麼無聊的 小故事喔 無聊 所以他們還出不回家 他們說 喔這個貝貝是我 那個時候在肚子裡 對媽媽買回來的 嗯 他就一直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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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對他來說這件事情就變很有意義了 對對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一定要 好好跟小朋友 要好好跟小朋友講說 就是你是我們 至愛捧在手心裡的小抱貝 就算是有一點小意外 還是要 哈哈哈哈 說我們還是很愛很愛你 就是我們 如此如此期待的 一個 出生 得到你這樣 他們一定會很開心 真的 好 今天結夢就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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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A環境 大家好